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国家仍然是出口量最大的一个国家 而75%的货其实一直由香港提供服务 以最高效的方法运到世界各地 也因为这样子的高效这样处理的能力 我想更能够提升内地供货的需求 我们必须保持这样的工作 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重大的承担 我刚刚也是拿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禁区证 那么凭借这个证呢 我才能够进入到机场的禁区区域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乘坐一个大发 前往机场的禁区去参观 香港国际机场的中央控制室 看看我后面就是这个香港国际机场的一个中央控制中心了 是不是特别的酷 这个是一个非常限制的一个控制中心 它不仅能够就是集中的来控制这个机场的一个飞机的起降啊 包括行李的运送啊停机坪的状况这些信息 甚至包括机场里面首推车的数量 以及就是出租车的一个数量呢 它这边都是可以实时的进行一个监测 然后进行一个控制的 我们叫七个部队在控制中心了 它将楼进行去行李保安等等 很多机会用于机场的展开 我们把它七个部队进行在一起 我们一个数码机坪的一个方案 它是把我们整个机坪的一个全部盖 通过一个是什么 C7CK的一个圣诞头全部盖 然后把一个数据 耐填在我们的头盘上 上面呢我们把信息呢 整合这些机票 比如说上面五个数据的机票 带过好像机场的部队的KPI 最终我们这个机场 运作一个健康的情况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已经是穿上了这个反光衣了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这个香港国际机场的 特机停机坪和一号航站楼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里呢是所有的行李的一个集散中心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身后这辆蓝色的车 它其实是一辆无人车 那么现在就去看一看 无人车在香港国际机场是怎么样运用的 据了解香港国际机场是全球唯一使用 无人驾驶车辆的机场 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投入使用了超过50辆的无人车 刚才看见的主要是我们在行李中心 把行李拖到我们远机位那边 大概两公里以外的远机位 还有呢我们也有无人车在拖来货运的行李 货运的拖卡 还有我们的巡逻车 还有呢我们现在有员工巴士 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 所以呢香港国际机场 它无论是货运量还是客运量 也是非常的庞大的 那么经过今天一天的探访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方方面面 其实都离不开科技的加持 那么到今年年底呢 香港国际机场的第二航站楼就要竣工了 那么我们也期待到时候可以看到 香港国际机场的全新的面貌